据台湾相关媒体报道 国民党主席候选人郝龙斌 今日到新北市新店区 中华青燕和平教育基金会 拜访前党主席洪秀柱 郝龙斌称 洪秀柱是国民党的中流砥柱 这次还身先士卒 亲自到台南艰困选区 为国民党开疆辟土 所以特地向洪秀柱请义 两人除了大谈台南选举的过程 与心得之外 也针对两岸问题 党的路线 以及党内青年培育等问题 交换意见 谈到国民党青年培育问题 洪秀柱一直主张 用状育青 让中生代成为本党的骨干 更要积极育青 培育年轻新秀 郝龙斌称赞当时洪秀柱 培育的许多年轻人 现在也在政坛 展露头角 发光发热 实际落实青年培育 郝龙斌表示 对于他提出的全灵化概念一样 国民党的未来 需要老中青的支持 把经验不足的新兵 推上火线 整个部队打败仗 所以应该要建立经验的传承 增加年轻人的历练 但一定要给他们舞台与机会 促进党内新陈代谢 两人谈了快两个小时 郝龙斌感谢洪秀柱 提供许多宝贵意见 对他受用无穷 离开前 洪秀柱还特地跟郝龙斌说 为了党的将来 你一定要加油 据悉 此外去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2月19日上午 郝龙斌接受网红 军军直播节目采访时表示 韩国瑜上任后 高雄市路平 灯亮 水沟通 还有效把高雄登革热疫情控制好 让高雄市政有了长足进步 对韩有信心 郝龙斌说 任台北市长时 他长半夜要到农产公司试查 任何时候去韩国瑜都在 韩国瑜任内 把大台北农产品供需 质量与农民权益 台北农产公司员工士气 福利都做得很好 以这样的经验 他相信 韩国瑜做高雄市长 会做得很好 感谢观看